大家好,我是Stan 50-50事件爆发后 让所属公司全代表真正愤怒的原因 其实上不是背叛的成员们 而是试图抢夺成员们 洗脑成员们 学历造假 精力造假的幕后黑手安森尼 而在法院驳回 50-50的合约终止申请之后 韩国网友们唯一担心的就是 被安森尼抢夺的QPIT这首歌的版权股份 50-50成员们因为纠纷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安森尼却能拿到QPIT的版权费用 这样太不公平了吧 对,所以当时韩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有先停止支付QPIT的费用 全代表也是在发现到 安森尼在进行Attract业务时 盗用了公司资金后 就向法院提出了 对安森尼的版权费用冻结令申请 而今天法院接受了这个申请 除此之外 Attract对媒体表示 会对进一步发现到的盗用 挪用公款等问题 提出版权费冻结令申请 实际上50-50事件 几乎是以全代表的胜利结束了 50成员们做出跟随安森尼代表的愚蠢决定 导致完全失去了民众们的支持 同时安森尼代表的声誉也是相当不好 在韩国娱乐圈也很难东山再起了 外国人还认为是 全代表挪用公款做了坏事 跟他们说明了也装听不到看不到 还说为什么要骂50 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要搭心才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出道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是挑战新的风格 然后发表的风格概念都非常喜欢 不觉得是主打歌比较适合做先公开曲 看了MV后 安全警库的片段印象最深刻 真的很伤感 让看的人也想要哭 爱卜歌曲是好听 但是歌词不怎么样 从Abt Like开始 怎么说呢 有点幼稚 歌词就是反映了最近这个社会 为什么说幼稚呢 说歌词幼稚的反映我可以理解 但是爱卜是小学生们的大统领 真的是能狙击时代青少年们心脏的情感 歌曲不是我的取向 但是MV很美 大家都很漂亮 尤其语境真的很像是演员 对于爱卜新曲Either way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王感叹的中国亚运游泳选手王顺 很像二十几岁新生代演员 看着电视跟妈妈一起感叹了可可 真的是演员像 很像许光瀚的运动选手版本 完全是我的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